王金平院長確認為本黨同事 並無一役 馬主席堅持好久的大師大飛 朱立倫決定放下恩怨 來得夠 25號中常會宣布 不承接王金平黨籍官司案上訴 有關王金平院長 確認黨籍的訴訟案 我們中常會 已經依據社會 及法院的指證意見 在上一次的中常會 修訂了中央考計委員 領選辦法 及黨員違紀處分歸程 今天會議紀錄確定在案 自然無需再針對本案委任律師 承受原訴訟之必要 確認王金平保有黨籍 等於失職撤回上訴權力 朱立倫看似突然宣布 其實24號國民黨新春團拜 已經山雨欲來 中國國民黨 不但要能夠更團結 更努力 更能夠獲得所有 台灣 我們民眾對我們的支持 國民黨是一個 有是非講道義的政黨 這些核心價值 帶領我們黨 度過了120年的時光 先至此的朱立倫 團結團結掛嘴邊 後上場的馬總統 顯然是在告誡後背 別忘記大是大非 才隔一天 朱立倫卻橫打總統一發掌 馬總統隨後以個人身份發表聲明 對朱立倫的決定 嚴正表達失望和不能接受 強調國民黨一向有是非講道義 面對司法官說不該禍悉尼也不能相怨 否則無法堅持核心價值 也無法跟百萬黨員交代 批評朱立倫的作為 徹底否定國民黨的考基制度 變相縱容黨員違紀 毀壞考基制度和公信力 影響的是黨的運作和紀律 尤其對立委選舉提名 影響更具 才剛在鏡頭前互道恭喜 一轉眼馬豬王關西 恐怕已經降到零下幾度C 記得我前面網 正恩小組台北採訪報導